三二一倒数着拍手的时刻 好选择为我们高杀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沙Jaws的于麦寇 今天我在21A Studio 然后去帮陆光 程小时和乔林 做录唱 肩棚 这次接到创作邀请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和为时光写的任何一首歌 感觉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因为每一次在为时光创作的时候 我都会考虑到他们所承受的 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但这次确实有些别的方面的自由 可以算是 因为其实说实话 它是只建立在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上 而不是建立在剧情上的 所以只要能够围绕关系 去写好他们的友情 去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故事 然后去把他们彼此最珍重的那一面写出来 我觉得就是这首歌的目的 所以这个在创作的时候还是有些不同的 我首先想到的是 我这次终于不用再写倒放这种东西了 然后很高兴的一点 就是这次可以写的是友情 友情也是目前所有我歌词题材里面 最喜欢写的东西 就是把几个人之间那种细腻的这种羁绊写清楚 其实一开始在构思的时候 编曲部分其实不是我主要考虑的 我主要考虑的是在词曲上面的表达 然后在词曲上面的表达 我是希望在程小时作为主唱的同时 希望陆冠和乔林也能在适当的时候唱一两句 然后或者说和他一起唱一两句 这样才是他们三个人一个完整的表达 在乐队的理解上呢 我们看到一开始Inplique老师画的图 然后就立刻理解到OK 他们是一个很阳光 他们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乐队 然后尤其是看到陆光背着吉他 然后一个相对比较内向的人 因为有一个那么如此外向的乐器的时候 我觉得那肯定是有一些 怎么说呢 比较不一样的表达的 那也看到了乔林是鼓手 然后我们就想在鼓里面作家一些很秀的 很秀的那种片段 因为其实在很多时候 程小时和陆光无法解决的事情 都是由乔林来解决的 就是像鼓手在乐队里很多时候 他也是需要不但撑起整个乐队的这个背景 然后也需要带动整个乐队的这个激情 乔林在这里面的鼓的秀的部分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在程小时弹琴的时候 他也要同时负责唱 从他性格上来说 他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 我希望他的整个这种奔放 整个这种能量 然后包括他的这种执着和坚持 能够在所有歌里面有展现 所以希望在旋律上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 然后这首歌整个的这个氛围 然后希望也能够真正反映出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我有 我现在就可以给大家看 我目前觉得最帅的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副歌 首先从第一句开始解读 这渺小的旋风卷起停滞的尘埃 这个旋风其实就是击掌 就是这是有一次 就真的是在构思的过程中 然后在一个烟雾弥漫的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我当时想打一个小虫子 然后在打小虫子的时候 那个烟就是一个炫 然后我觉得这很帅啊 然后我当时正好在想歌嘛 我就赶快写下来这一句 就是这渺小的旋风卷起停滞的尘埃 三二一倒数着拍手的时刻 然后我选择为我们高歌 我觉得这整个副歌就是 我希望在眼 就在我眼中看到的 主角团们大家该有的状态 大家记得时光第一季第一集播出的时候 那个有三个有三个规则嘛 然后三个规则结束了之后 那个打有一个倒数 一二三def 对 然后我是被豪林给灌输了 这个倒放的思想 就是非常深入骨髓 所以呢 就把一二三变成三二一 然后我觉得因为整个这个事情 就是从一次次机长中 获得的一些小的震荡 所以机长本身是一切剧情的基石 如果说陆光和陈老师没有这个机长 没有互相的这种能力 或者说互相的能力完全不需要机长去进行连接 那我想想这个剧情也不会发生 这次的创作过程其实是给时光做这么多歌以来最轻松的一次 但也是我第一次在自己所作的作品中 去为我本人以外的声音去着想 因为我这首歌不是我唱 大家知道这首歌是陆光 陈老师和乔林三位 他们去完成的 在写作的时候就需要考虑 我们主角团们的声音的高低 然后去考虑大家声音的契合 在什么时候出现会比较合适 这些东西可能是这首歌在创作起来 会对于我来讲可能相对困难一些 或者相对吸引一些的这种挑战 但这首歌是属于能够让情绪自由发散 然后能够让情感非常统一的这么一首歌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歌来讲 我们其实会在技术性和包括歌词的那种 不管是对思想的影射 还是对社会的影射 都可能会更多一点 但是这一首三二一 其实在创作上考虑的只有两个字 就是快乐 我们自己非常非常希望的 就是能够让主角团们去经历的只有快乐 在中间有一段是大家一起唱一起拍手的部分 然后那个也是我希望就是通过时光 通过主角团们的力量 能够去掀起的一股浪潮 就是让大家所有人全世界都能够参与 大家一起机长一起唱 希望大家能够跟着这首歌一起斗腿 今天很高兴和陆光 程小时和乔林三位 然后一起在录音棚里完成了全部的录制工作 这首歌即将收录在时光代理人 New Aurora的全系列礼盒当中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收藏 多多支持 然后以后也要记得点击追翻 一键追翻一键三连 然后希望大家一直支持时光代理人 一起支持白沙Jaws 然后有更多的好的音乐会等待大家 谢谢